田志轩艺术文化基金会 日前七周年透过了响敏电台举办公益市集 协助筹募师亲儿的助学基金 意卖款项总共汇聚了两万八千元 特别在日前由田志轩基金会创办人张美惠代表 捐给了师亲儿基金会花莲服务处 希望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期待有更多人来关心 失去父母照顾的实情孩子们 田志轩艺术文化基金会七周年纪念活动 上月29日在复兴街旁的水牛公园 以举办公益会画爱心市集的方式 传达大家对田志轩的思念之外 也协助筹募师亲儿助学基金 市集意卖款项共汇聚两万八千元 日前由基金会创办人张美惠 代表捐给师亲儿基金会花莲服务处 助学金的这一块是真的比较缺乏 我们会评估孩子们的经济的一些状况 然后这个孩子有经济上面的需求 那我们就会启动一个助学金的 一个补助的机制 那每一个学期是补助孩子三千块 所以一个学年是有六千块钱 这样的一个助学金 这一笔的款项呢 我们就是会用在孩子的一个 求学的一个需要上面 因为我们很希望孩子虽然在失亲 就是因为失亲其实就是 面对一个人生 就是失去至亲的一个困境 那我们很希望孩子 虽然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 但是他们不失学 所以我们也一直希望可以能够投入 在这一块失亲孩子的一个需要上 我们在日前举办一场想你市集 那我们有大概快二十摊的摊主 我们一起来在办理这个市集过程当中 我们就约好要一起把这个盈余提拨 百分之十要捐赠给失亲额基金会 那因为不是我们第一次捐赠 我们之前也捐助过 我们觉得这个孩子们 不管是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 或者是父母都没有的孩子 是更需要大家来关心 所以经过这个算一算 算之后我们有两万八千元的捐款 今天就捐给失亲额基金会 市集额基金会华联服务处主任温敏慧表示 华联目前服务个案有570名 有250名经济困难个案学生 仍需要150万元 以及15名学业成绩优异大专生奖学金18万元 张美慧表示 成与华联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捐赠16万元助学金生活物资等 此代更多人伸出援手 关心失去父母照顾的实亲孩子 记得讲帮演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